麻婆豆腐 大家好 我是Eddie 今天要煮的就是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是一個非常經典的村菜代表 傳統的麻婆豆腐是用豬肉去煮 今天我是會用牛肉的 這個是小肉來的 其實用其他部位的營養肉都可以 因為切得很碎 豆腐、蔥、冬菇、浸透 因為有蠔油、花椒粉、豆瓣醬 這裏抱歉我已經漏了薑和蒜糧的材料 通常我不會用到圓粒花椒 因為我不用咬下去的感覺 很難聞 所以我也是會用花椒油或花椒粉去代替 首先切好蔥花,然後裝上備用 將豆腐切粒 每個牌子的豆腐大小都不同 那自己就收拾了 冬菇去掉了 切條之後再切粒 切蒜蓉 薑去皮或剖皮 先切片 切絲 切薑米 切片、切條、切碎、切粒 切成29-30分 切碎 切成29% 切碎 下造出來的 切成30分 包裹乾 Ram 我這裏比一茶匙多一點的豆瓣醬 屬於微藍一點 就看你吃得多辣 但是這些醬類的東西 爆一爆它先 味道比較出一點 牛肉 用鑊鑊散 加上冬菇 一茶匙的蝦絲粉 還有一茶匙的蠔油 再炒一下 加半碗的水 大半茶匙的鹽 因為豆腐淡味 汁可以重味一點 半茶匙的糖 半茶匙的雞粉 少許白胡椒粉 少許白胡椒粉 放少許老抽去調色 然後就可以放一些豆腐 煮這個豆腐 最好就像我這樣用的鑊鑊推一下 不要這樣攪拌,攪拌到散 我們試一下味道 看看放一些豆腐之後 汁會不會淡 那兩個就打現了 我這裏給了1.5茶匙的生粉 混水 去打這個蜆 也是在旁邊推一下 不要過分地攪拌 攪拌到一堆東西 最早期 煮豆腐就是 我會 打這個蜆 打得緊一點 因為豆腐放久了 是很容易出水 然後 拌勻了 收緊了 淋上鍋之前 就放一些芝麻油 一拌兩拌,關火 完成 這樣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如果你們喜歡看我的視頻的話 可以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